我们就开始今天早上的课程 先来唱三首圣诞节的诗歌 这些歌词都已经发给诸位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印出来 或者是还没有把它唱熟 那你就得要多靠近一下这个荧幕 看一看我们先唱第七十首 《心编赞美诗》第七十首 我们就欢喜着来唱 《心编赞美诗》 忽然天使从天下降 走位燦烂起光 母人一见不觉心情 天使便说无尽 我来报告快乐佳音 关心世界万民 安古语言大为王城 今日叫做江山 耶稣基督祝祝祝祝祝祝生命 祭祠便是命战 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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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使与彼护有光明 鲜鲜一群天君 赞美尚处换那个山 山上飘饮有情 荣光全归天上真山 平安不知世然 此次以后尚处此寒 永远眷顾生命 那我来试着再来唱一次第一句给你听 牧人牧人 你能不能够来试一下这两个字 牧人牧人也见换座草 来试试看请 牧人也见换座草 你不要把它唱成 牧人也见换座草 我建议你就是用 牧人也见换座草 他带出来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所谓比较有一点的张力的这一种的兴奋感 第二个呢这一种的唱法可能会带出一点点的惧怕感 你看到第二第三行的歌词 最后的一句话 第三行的地方 天使便说 悟惊 表示说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是会有点的惧怕 怎么会有这样的这种天使 从来没看到这么多的天使 所以现今的这样子的两种的意念呢 你要经过这个诗歌的表达的方式 能够把它表达一些张力 还有一种的所谓的紧张的状态 所以这些歌呢就有一点点的所谓的切割的方式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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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要唱的像我刚刚当当当这样子的所谓的这么的重 天目人也见欢作草茶 来再把这个歌唱一遍 请 音乐 母人也见欢作草茶 看守所母群羊 音乐 甚至乎 加油 拜报告快乐佳音 关系世界万民 安顾预言大为王臣 今日教主江山 耶稣基督为主生命 几次便是命战 至尘天因下降世间 凡人都难清见 山国百步一场悲见 为马朝宗随缘 天使与彼护有光明 险险一群天军 赞美上处患那个山 山上飘亦有情 荣光全归天上增山 平安不知世然 此次以后上处此寒 永远坚固三明 永远坚固三明 在接触这类诗歌的时候 他有一点所谓的催眠曲 摇篮曲 唱给一个很轻的小孩子 一个小baby 你唱这首诗歌给他听 但是是带着一种的乐感 有一种的动能 不单单是所谓的平和 他还有一些的激动 有一些对于天使 出现的一种的京剧 所以你可以在这些的惊奇的当中 把一些的这种的乐感的深刻性 把它给表达出来 你再来看一下第六十九首 这首诗歌呢 也是一样的 但是呢 你要看一下它的这种 简单的一种的观念 就是 看能不能够把这首歌呢 唱成是 我 把它给暴墓 我是一个记者 如何的能够把这个场景 很优雅的 很优美的 又有情感的 能够把它给表达出来 好不好 来试试看 这首我们已经 唱过好多好多遍 来试试看 一人明月 请 演唱 《星辰》 以来明月 数点喊醒 一人明月 云照阳三山 沙如云 数为墓人 和爱可倾 救抄沙称 智光灿烂 歌声绵漫 牧人夫妇而切记 殷彻恒天使报告通神 圣子律意 圣伯律意恨 歌声万比起光剑连 牧人摇弃同心然 抛弃羊群 向前飞奔 寻觅身影去摆残 单身顶飞驾报聘船 满城欢乐起送赞 平平凉摇弱万种旧心 今日江山人世间 绿殿书间齐绿古城 去渡场上退运行 今日河河心山木头树 江山就住在其中 东方学者不愿千里 满县里无风千龙 满海角出河河平沾山 今日江山河沥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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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歌词好吗 你把这个歌词打开来的时候 我要跟诸位说一下 就是在第一节的第四行 或者你就看这个 从上面数下来的第四行 云中天是宝高通神 那个宗志 你看到是很高的地方 比较高不是很高 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要如何的来唱这个高音呢 就是当你在知道这个地方是很高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气息要先吸满 吸满的话就是你的横格膜 你的腹腔把它给胀的很大 吸满满的一口气 好像青蛙在咕噜咕噜叫的时候那种 你看到它鼓起来的这种状态 所以气是在你的胸部 但是当你能够把这一个横格膜张开来的时候 你可以去推这一个云中的这个宗志 你看我呼吸给你听 是让你听到这个声音 实际上最好的呼吸是没有声音的 云中天是宝高通神 来试试看 慢慢的唱没关系的 因为你要听到你那个宗志 是不是唱的很清楚 来试试看 请 再来 好 OK 推动它 然后这个钟呢 你要开大口 开大口的意思就是 嘴巴开很大 大到什么地步呢 你笑起来 那个牙齿要露出来 预备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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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带着喜乐的 你看也是跟着前面的七十首 有一点点的唱诗歌的同样的方式 都是每一个音都是很清楚的下去 有一点点的重音 但不是大声 好吧 再来一次 诗词有一点的长 有点的绕口 但是你不用担心 你就是多唱 多练 多听 你就会很容易地慢慢习惯它了 请 一轮明月 树点寒行 吟照阳山沙 树点寒行 树为 木人 河海可情 树为 木人 河海可情 为 坐 草地 许 寒温 跻光灾光 鸽树 山河海可情 着光灿烂 格神明满 漫人 浮复而切极 牧人 浮复而切齐 勇费 灵测景 天使报告通声 甚至一生过遗憾 歌声万笔起光剑面 母人摇起同心然 抛起羊群向前飞奔 寻觅声音去摆残 单身顶飞驾包拼穿 满城欢乐起送赞 拼拼云鸟要换终究心 今日将生人世间 绿殿数间起立古城 季度长山陪于心 今日何行山木头树 江山就住在其中 东方学者不愿千里 南县里无风千龙 白海角处和平山山 今日将生薄 我盼望你已经抓住一点点这首诗歌的一些的喜悦的感受 一种喜悦的感受 一种平静的感受 它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所谓的激动 但是 一轮明月 一轮明月 来试试看 再来唱一遍 带着一些的喜乐 带着一种的平静 你看到这些图画 造出来的都给我们一种很宏观的一种的平和 平安的一种的感受 来试试看一轮明月歌 请 一轮明月 一轮明月 书点寒行 云照阳山下如影 书为木人 何海可情 为座草地许寒闻 气光灿烂歌声缅满 牧人夫妇而接近 云照红天使报告同声 深知日益深波与寒 歌声缅满 歌声缅满起光剑脸 歌声缅满起光剑脸 无人摇起通行脸 抛起羊群向前飞奔 寻觅身影去白残 男生定山飞奔 被价备飞鸣传 满城欢乐起送站 满城欢乐起送站 平平良悠悠悟中焦醒 今日江山人世间 绿殿树间七里古城 去都长山退与行 今日河行山木头树 江山就住在其中 东方学者不愿千里 南仙里无风千龙 白海角出河平山山 今日江山河里寒 留意到就是那些高音的地方 高音的这几个字 就是每个四节的最后一行 平明 你说很难听啊 你看我在唱第二节的 平明良有不好听 所以你就要如何的能够 慢慢的去把这个音给触动它 平明 平明 你就是 平明不是平明 平明良有 你就是一直去练这个 明字就一直用你的这个 横格膜所扩张出来的这个肌肉 去推动这个气 来去触动这个名字 所以你就一直多碰它 多碰它慢慢就会开桥 你明白这个观念吗 所以你就是把一些难练的部分 你都去慢慢的练它 你就可以把这几个字困难的地方 就慢慢的就把它变成是 你可以掌握的部分 所以不用担心 为什么说不用担心呢 因为是有一个观念 天使的歌 天使是在高天嘛 所以一般来说 圣诞节的歌 都是清和高的 清是指说很清亮 清脆 高是指它的这个普迹 跟它的这个阴阶 都是比较高的 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时候 你就是天使 所以你唱一些很难唱的歌 没关系 你说我是在预备 学习如何来 来来来 来变成一个天使 一个暴墓者 好吗 所以你把一些难的地方 吸气 平民良友 天 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 声音慢慢会变好听了 因为你一直在触动它 把一些名字你是M-I-N-G 或者是M-I-N这个名 你那个N的部分不太好发的 跟绳子一样 不是很好发的 你就是一直这样练练练 慢慢它就会被你开窍了 就一直触动这一个不方便的地方 好吗 所以多听多唱 这就会帮助你 来我们看下面这首诗歌 第六十八首 这些诗歌呢 基本上你听得出来 大概都是我们国内的 以前的前辈基督徒 他们做的词 做的曲 现今不太容易写得出 这些歌来了 因为文化的环境 等等的因素 我们现在已经不太用这些 比较古典的文字来叙述 你看它这个对句 如果你看第一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七个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七七 所以这首歌呢 如果它用这个 所谓我们的这个meter 就是一个量尺 一个量度 它就是七七七七 五个七 因为总共是五五 包括了五一个副歌 总共是四行再加一个副歌 每一个都是七个字 它是对整的 然后它写出来的这个乐句呢 乐曲呢 也跟着这个来配合 所以非常工整的一些的诗歌 简单的一些的文字 就把整本圣经当中 很多很多的部分 都涵盖了 所以如果你能够 把这些诗歌熟记的话 你很容易在各地的地方 就去跟别人分享 什么叫做耶稣的将生 明星灿难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夜外幕人间遇相 天上较然发大光 天是列队同歌唱 牧人见之仙金黄 无闻论云般九霄 宣言甚至江霞房 至高荣耀归上处 全地人命福无疆 人心灿难也未养 古灯营营造个床 去来脚步作枪包 马草全当于河床 文宇旧时尘仙旅 导臣人身真理藏 彩虑的桌灵下街 任世间心已悲传 至高荣耀归上处 全地人命福无疆 万道南遗体 万道南遗山伯湖 遗江山伯湖 仰展银行发光芳 从此交出山优太 一景外荣成一场 皆必命托千里主 八色黄我朝君王 喜来礼物尖献上 皇君我遥语如相 这高荣耀归上主 全地人命负无奖 天人宣歌有罪障 罪行前置到兴亡 我已莫过投降者 徘徊其路主张 神已为我离山墓 我既已久坐亡羊 愿见我行成神殿 无若可颠悟的方 愿见我行成神殿 无若可颠悟的方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歌的歌词 在这个歌词的当中呢 你看到他最后的地方 这首诗歌的歌呢 前面的诗安节 或者是都是用暴墓的方式 一个清文记者在写一个场景 写一个故事 就他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发现的 他把它陈述出来 但是到了第四节的地方 你看一下这个歌词 他说天人 玄格是什么缘故呢 是由于我们的罪裂的缘故 那 对不起啊 因为我们的原来在中国的 所谓的宗教的里面 很多的部分都是跟佛教有关的 所以这一些的诗歌的作词的人 在他们写这些诗歌的时候 他们就用到了许多 原来在中国人听得懂的 这一种的文字的里面 就用了这个罪障 这个是在佛教的里面 所以你不用觉得说 这个是怎么样子 把它用这样子的文字来叙述 因为这是一百多年前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那个时代 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 我今天都很诚恳的告诉诸位 当我在这个录音房 录制这些诗歌的时候 这个红本的诗歌给我的触动 就是所谓的新编在美诗 是在国内使用的 比我在跟美国的这个 所谓叫做棕色的Brown Book 所录制的时候 我觉得圣灵在我身上 给我的驱动力强烈的多了 两本诗歌本有一些的部分 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诗歌 是重叠的 很多是重复的 但是我要告诉诸位说 这一些一百多年前所写出来的 中国的基督徒写出来的诗歌 他说天人玄格由罪障 罪行前之道心王 这个道是指一个路 这个路呢 是引着我们的心呢 是走向灭亡的 所以这个罪行前之道心王 是有着你的罪的缘故 然后你就会让你的心 让你的这个道路 都是趋向死亡了 然后他自己的作者 开始用第一人称来说明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我们有第三者的情况 来述说这个场景 但是我也应该常常的说 我义魔国投降者 所以我是被魔鬼给控制的 第四行 徘徊其路无主张 有主张就是我要继续的留在这个 这个魔国里面 继续的被他控制 他但是他在这个地方是说 他有一点感受得到 他不愿意在这一个罪的当中 所以他有一种的一种的意念 想要有一种的跳出这个环境的情况 好谢谢姐妹 你看下面的这个歌词 在这个地方呢 他把第一第三人称的情况 变成是第一人称的状态 来陈述这个歌词说 他为我立了一个善目 所以如果我知道耶稣是我的救赎主 我起依旧做亡羊 为什么还要变成一个失丧的状态 那这个亡羊呢 你从这个图画的当中 你看到有一个左下角的地方 有一个骆驼 有一个人骑着一个驢子 可能这是玛利亚和约瑟 可能是这样 OK 他们要去玻利恒 要登记上册 因为罗马人要收人头税 所以做全国的人口普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的里头 这一个作者 从前面的一页的歌词的里面说 我是投降者 我是一个无一徘徊的人 但是他有一点点的感受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当我有一些事情是不确定的时候 盼望能够慢慢的找到一点 神给我的一个证据 所以呢 他说 愿解我心成圣殿 这个是在哥林多的前书的里头 有提过的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居住的一个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跟罪和羊 就跟我们的文化又开始跳出来了 刚刚讲到的是罪障 现在讲到的是图画里头的这一个 就圣经里头所带出来的一个新的篇章 这个篇章就带出来了 在这一个圣经里头所提到的 我是一个神所居住的店 这是圣经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的 圣灵就累住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他说 物若客殿无地方 不要像若是相似的意思 这个客殿是什么 就是耶稣是生在马槽里 所以你看 他重复的在说这件事 物若客殿无地方 重复了两句 在最后的第二行第三行的后面 你看到他重复这个地方 所以他带出来的一个简单的观念 愿结我心成圣殿 结是结尽 愿意我能够clean be cleanness 我心是成圣殿 能够让神来居住 同时不要像玛利亚跟约瑟 在生孩子的时候到酒店去投诉 客殿说 卖光了 没有地方给你 所以耶稣就生在马槽里面 所以很简单的一些的歌词 却述说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图画 又跟着我的人 我自己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看到这一类的诗歌 在以前的作者圣灵对他们的启示光照 和他们的文学的素养 对圣经的认识 当它组合起来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非常让我惊奇的诗歌 再来唱一次好吗 你来看看 但这一次呢 你就是试着开头的时候 他所陈述的第三者 到后面变成第一者的陈述 留意罪罪的曾经 来请 你留意罪罪的曾经 来请 你留意罪罪的曾经 来请 李宗盛弗罪的曾经 来请 天上驾然发大光 天使列对同歌唱 牧人见之仙金黄 互闻论云斑酒消 宣言甚至江霞芳 赤口荣耀归上处 全地人命负无奖 人心残难言为阳 古灯阴阴着个床 去来脚步着墙包 马草权荡与哈窗 文宇旧是成仙女 道成人生真理藏 彩礼的着令下结 任世间心已悲伤 此口荣耀归上处 全地人命负无奖 全地人命负无奖 皆必命脱千里处 八色黄我朝君王 喜来礼物尖献上 皇军莫药与如相 至高荣耀归上处 全地人命负无奖 天人宣歌有罪障 全都尊致负无奖 尊信千置到兴皇 我已魔国投降者 徘徊尽路无阻赞 神已为我离山ано 我既已叫做亡羊 愿见我行成神殿 无若可颠悟的方 愿见我行成神殿 无若可颠悟的方 如果你累了 你可以坐下来的 好吗 如果你有体力 你可以继续的练习 站着两腿站着 你可以把更好的共鸣 在整个身体上能够发表 好 我们能够来看一下 今天我要快快的读一些的经文 我不做太多的解释 但是你如果可以去 在这一个观念的里头呢 看到刚才我们读过的 这一些的经文 所以你们现在先坐下来 在圣诞节的这个时刻呢 我们现今居住的这个地方 多半都有送礼物的习惯 这个我想你们都有一点的明白 都有一些送礼物的观念 或者有一些交换礼物的 这种的观念 这个的缘由呢 很多都是因为 耶稣主动的来到人间 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礼物 把他的救恩呢 送给我们 或者说呢 他是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 那你送礼物给我 我可不可以不接受呢 我不敢当啊 有一种情况 我想要拒绝 我可以不要吧 另外呢 是我表面接受了 但我不喜欢这个礼物 我就不用它 所以是敷衍的一种的情况 这是我们对于圣诞节的一个观念 它是一个礼物 另外一个观念呢 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对我们 特别是我们从亚洲来的基督徒 亚洲来的基督徒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第一个 就是讲到命 第二个 就是讲到随缘 当我们的环境里头 多半都是这种铺天盖地的 一直在我们的生活 生命的当中影响着我们 随缘 你可以在朋友的谈话的当中 常常听到这个字 哦 这个是命 好像说呢 有人过了二十几岁 适合的年龄 他会不会仍然有一个很强的意愿 想要找一个对象呢 随缘嘛 乃是有就有 没有了就算了 但是心中 我再提一次 心中仍然有一非常强烈的 想要找一个对象 但是嘴巴说 我是在随缘 命嘛 命中注定 生命生活 就没有所谓的一种的驱动力 所谓的目标 来过一个所谓比较有乐趣和活力的一种的生活 这一些的观念呢 就多半就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大部分的人 笑也不会露出牙齿来的 平平淡淡的 也不是很热情的 对着生命生活的一种的感受 所以你看到在荧幕上的第一个slide 神的主动 神的自由意志的主动 我的主动 我的自由意志的主动 所以当随缘或者是命放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这种的铺天盖地的我们的这种的 从小就受到的这种的影响 你要 你想要 你可以把这个意愿 主动的诚心的向神求 这是我的主权 我的主动 我主动地愿意在他的时间 照着他的方式 成全给我 我也承认这是神的主权 是神的主动 这个不是命 也不是随缘 这是我主动地向神求的一个意愿和行动 所以呢 我要请大家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个 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合作的一个献祭的经文 所以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一个slides Vicky姐妹 你能不能够读一下这一个 创世纪22章 第一节到第13节的第一个slides 总共有三个slides 请 创世纪22章1到13节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伊萨 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藩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背上驴 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伊萨 也披好了藩祭的柴 就起身往神所指示 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 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的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 再次等候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三纪的柴 放在他儿子伊萨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 于是二人同行 我先把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倒数的第四行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这个地方的翻译实际上是需要更正的 在这个时刻 这个伊萨已经有三十岁了 他不是一个小孩 就算是小孩 我现在也会抱小小婴 小孩两岁的一岁多的 当他们不愿意给我抱的时候 我想你们当中有座妈妈的 除非你要给他命令 叫他听话 但是他如果在你的身上一挣扎 他很容易就溜出你的手臂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童子 他是一个大人 这是第一个观念 我请大家看一下他上面 有几个双括号的地方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然后他要把下面一个括号 把它献为凡击 所以试验亚伯拉罕 要把你的独生儿子伊萨 献给耶和华神 好 那这一个伊萨是谁呢 那大家看一下 第三行的地方 你所爱的伊萨 所以在这个当中 有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是试验 亚伯拉罕爱神和爱他的儿子伊萨 当中的一个选择是什么 要把他献为凡击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我刚刚开头的时候 已经说的这一个经文的 一个大的框架 我读给大家听 亚伯拉罕和伊萨的合作 献祭的一个经文 因为他是一个大的孩子 不是 是一个大的男人 就算是一个孩子 你要把他捆起来 你也抓不到他的 下面的经文 下一个slide 我们请普丹姐妹读 《创世纪》22章1到13节 伊萨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 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 我儿我在这里 伊萨说 请看火以柴都有了 但番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 做番祭的羊羔 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在那里 筑坛 把柴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伊萨 放在坛的柴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 你看到 一个老父亲 要把儿子献起捆绑 这一个伊萨 是不是有一点的顺服 他跟他父亲合作 他父亲说什么 他就照着做了 这是一个很特别 很特别的一个故事 一个小孩子 你要把他捆起来 他会让你捆吗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亚伯拉罕和伊萨之间的一个父子的关系 或者说这一个顺命的关系 或者说亚伯拉罕对耶和华神 顺命的一个观念和关系 在这个地方就很容易的 然后姐妹刚刚所读的最后的一行 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 好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我们请普丹姐妹 你继续地来读 《创世纪》22章1到13节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不料有一只公羊 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 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 献为犯己 代替他的儿子 不管我们对于圣经有多少的认识 但是呢 你可以明白 当到了这个生命的 有被威胁的时候 我们的一种的本能的反应 和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 可能就会有冲突 那以撒就是在这一个冲突点的当中 他顺服他父亲的要求 而亚伯拉罕顺服他天父的要求 所以这三者天父 亚伯拉罕和以撒 是可以合作的 他们就把一个故事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那 有一个观念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是常常提出来的 就是神不是无所不知的吗 神是无所不知的 无所不在的 神所命定的事一定会发生 我下面读的这个 请你再留意的听一下 神所命定的事一定会发生 但谁会参与 参加神所命定的事 就不是由神来决定了 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所以我们有自由意志 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 所以我们有选择的情况 所以你可不可以看到 神不是无所不知的吗 不见得吧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看到 这个经文 我们回到上面的那一页 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了第三行的地方 现在 直到现在这个特定的对话的时间 我才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不是以前 以前是一个观念 他想要试验 这一个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照着他的行了 他的儿子也照着他 父亲对他的要求行了 到这个时刻 耶和华神在这个地方 是天使说的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神所命定的事 一定会发生的 但是谁参与 他所命定的事 要被发生 这个选择权 这个决定权 是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你看下一个slide 耶稣按着天父的意思 主动的来到人间 成为神的样式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主动的范例 但我们可不可能 不接受他呢 不接受他的教训呢 这是我们的主动的一个选择 这个权力 是全是放在我们被造的一个 神的一个形象 被造的人的一个自由意志的 一种的反射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的里面 你看下面一个 我们以前读过的这个经文 就是我们提到说 你们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我以前跟大家提过 这个全都是动词 你们要喜乐 祷告 谢恩 全都是动词 那在这样子情况里面 全部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去成就这一个喜乐 我们可以去参与这个祷告 我们也可以向神献上感恩 这种的动词是我们可以做的 是我们的意念可以做的 但是请问诸位 当我讲的这么 这些跟你分享的这些的背景的里面 你会不会发现 有一些的东西是没有的 什么东西没有呢 我给的大家好像就是一些教条跟教训 因为亚伯拉罕 以撒和耶和华的献祭 今天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 所以他是在讲一个历史故事 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 会要去顺服 耶和华神呢 或者反过来 耶和华神为什么要去 试验亚伯拉罕呢 要在这一个儿子和 耶和华神之间去找到一个 他更喜欢的 这不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吗 在整个的这一些 今天给诸位看的这个 slide里面 我的分享 我的分享 就是我们可以去自己做主动 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 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 但是我们少了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推动这一个选择的动能 或者说你的动机是什么 就是爱 这个是可能我们在生活和我们的传统的里面 最缺乏的一个部分 最近你有看过一个叫什么丧气吗 一个很卖座的电影 讲来讲去中国的文化 一般来说就是报仇 复仇 以前的恩恩怨怨 现在我要回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现今的这一个文化的里面 我们所处的这一些的国家的状态 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是 我一定会变伟大的 我一定要去让世界知道我是谁 所以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的里面 缺少了上帝的这一个爱的情况 所以我能不能够主动的要去做什么事 因为我爱圣父 我爱圣子 我爱圣灵 不是因为我主动我要做什么事 你主动可以做什么事 但是如果你的主动的里面 没有这一个推动力 这个推动力 这个动机 这个动能是因为你爱神的缘故 我们常常就是在讲教条 就是在发表我的主权 我的主观 我的选择 所以我现在要请大家来 唱一下 今天的这一首诗歌 很特别的 可能你们都没有唱过的 或者是已经唱了 三百六十六首 这首诗歌呢 是在我们的诗歌的里面 三百六十六首 比较难唱的一首的诗歌 特别是在它的副歌的部分 所以你已经听了很多遍 我盼望你能够跟得上 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歌的一个 主动的一个意愿 或它邀请人去参与这个主动 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这个动能 还是我们一直要去提醒我自己 跟提醒大家的 你为什么会有主动 因为你爱神的缘故 因为他先爱了我们 当你明白这一个观念 你这个主动就会加入了很多的情感 情绪的元素 让你这个过程就充满了更多的 所谓的内涵的变化性 而不是单一的一个教条性 你要主动的选择神 你要主动的选择神 为什么我要主动的选择神 因为神仙爱了我 刚刚的这些圣诞节的诗歌的里面 你就听到 看到说 他来到了人间 第一个的长寿的味道 就是降在马草里 他这个歌词在这个六十八首的里面说 他曾经是天上的君王 但是来到了人间 这个世界也是他所创造的 有他的威权 他的威严 但是来到了人间 却是身在马草里的这种 用一块旧布来做他的强保 当然这是诗词的叙述 但是多半的状态 你可以明白 推动神来到人间 耶稣来到人间的救恩 乃是因为他的爱我们的缘故 所以爱一定要有对象的 所以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字的歌词 在他的上面 你爱神的人 你到主前来欢乐 这是他的给我们的一个邀请 和一个动机 来试试看这首诗歌 请 演唱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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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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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行同声同声送羊主汉 来欢 绕住宝座 来欢 绕住宝座 尽宝座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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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宝座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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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往事喊那美丽的相声唱 终心徒 当唤醒 将眼泪都擦尽 同走一马 泪日如尘 同走一马 泪日如尘 直到美丽天庭 直到美丽天庭 尽同行往山山 美丽的 美丽的诗汉 大家同行去往西汉 那美丽的相声唱 那我们把这个歌词再打开来 我们看一下第三节的歌词 你在看到第三节歌词之前呢 我先请大家看一下上面的副歌的部分 经同行往圣山 美丽的 美丽的喜安 那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讲到两个美丽的时候 也要把它给断开来 这是我对诸位的第一个要求或者是分享 而这首诗歌呢 因为它有一些的节奏 这个节奏呢 是有一点的兴奋 或者说你要有一点点的力道去爬这个山 但是你爬这个山的时候是仰望着这个山 所以你有一个盼望 所以它在第四节的 第三节的地方 他说我们这些信徒当欢欣 刚刚我们不是讲说我们要常常喜乐吗 就是要joy 要有这个喜乐 然后呢 它是一个动词 接着它又来说一个动词 把眼泪擦干 那表明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 是有许多的挑战跟困难的 很多可以跟别人说的故事 很多不能够跟别人说的故事 很困难的 但是呢 它一直在邀请着我们 同走以马内利的路程 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 既然是这样 那请问 神与我同在 和我有在哭泣 在悲叹的里面 那请问 神是很高兴的看到我 有可能的 你有的时候 你在教养孩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在一个困难的当中 但是你发现他成熟了 他体会了什么叫做困难或苦难 所以 尼马内利的神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有可能 他觉得我越来越成熟了 对他来说 是一个更 强烈的证据 我越来越成熟 但是也有可能 他跟我是同样的 看到我的苦难 哀伤 我的眼泪 他也跟我一样的哀伤 你有听过一个话说 打在而生痛在良心 大概就是这样子 一种的场景的叙述 但是在这个地方 他一直的 重复的强调这个字 就是同走尼马内利路程 同走尼马内利路程 然后直到美丽的天庭 所以这个眼泪一直都在 但是他告诉我们说 抹干眼泪 因为同走尼马内利的路程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他是与我们在同行的 是天使 是耶稣自己 是圣灵 然后副歌的部分 就同样的在陈述一个 众人 一起来 美丽的美丽的喜安 大家同心期望喜安 那美丽的喜安圣成 所以在那美丽的最后一行的最后一句 你要把它给切割 来表明这个歌呢 他到一个段落 或者说他强调这一个喜安圣成 那美丽的喜安圣成 不是那美丽的喜安圣成 是那美丽的喜安圣成 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个是什么美丽的东西 是什么什么样一种的名字 是喜安 你把它给断掉 所以这个歌副歌的部分 美丽的喜安 这个地方要断掉 然后如果这个斗点 如果可以同工有机会 再把它加上去的话 最后的一句话 那美丽的喜安圣成 这个地方也是断掉 再来一次 这首歌有点难唱的 但是我盼望你能够喜欢 欣赏也能够主动的享受 神的爱 所陈述的我们一同往显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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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河输 pozi Het Anti Conferi 雪咖 河输 awaiting 河输哪家 重心同山松山 cient lumière 美丽的 美丽的西汉 大家同行期望西汉 那美丽的西汉山藏 果然是山的人 任他果然无伤 但说天国的河鱼满 但说天国的河鱼满 终要成宗主汉 终要成宗主汉 尽空心光散散 美丽的 美丽的西汉 大家同行期望西汉 那美丽的西汉山藏 终心图 当欢心 将眼泪都擦尽 同走一马 泪日如尘 同走一马 泪日如尘 这道美丽天汉 这道美丽天汉 尽同行光散散 美丽的 美丽的西汉 大家同行期望西汉 那美丽的 江山藏 天父我们为我们能够收到这些诗歌 能够欢愉的来唱 或者祭奠耶稣的降生 都是因为在你的爱的里面来推动我们 愿意我们主动的选择 主动的行动 乃是因为我们的动机的里面 承认你带领我们 你的爱要有一个对象 主盼望我们也有一个对象 能够用这个爱的推动力 来做我们人生主动的一个前行的一个动能 一个动机 愿意你喜悦我们在你面前的主动 因为是爱的缘故 有许多需要的人比我们更需要 有许多困难的人比我们更困难 主啊 求你就照着你的怜悯 在这困难的时候 愿意我们 有主动回应你的爱的动能 请走在这儿 充满了眼泪 或者是愤怒 或者是无助 但是主 谢谢你 让这些圣经 让这些诗歌 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成为我们的鼓励 成为我们的感动 也成为我们前进的一个应证 求你自己来成全 保守我们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就把课停在这里 盼望诸位能够多使用这些诗歌 能够不单单有敬的诗歌 也有欢愉的诗歌 有内心思想的诗歌 那这些激动的诗歌 照样会成为我们一种内心的 一种的爱的动能